有以前TVB花蛋火了,50岁育幼三儿女容颜身材不变样,回潮在拍港剧。 日前,有一个多年没什么新闻的明星火了。 在香港某知名论坛上,有人发贴问道,李婉华,一代前TVB花蛋之一,外貌气质,演技都很好,为何TVB当年不利捧?贴子因此引起了热议,我心想这谁啊?不过看照片真挺好看的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接住一番查资料,哦,原来是他啊,他在80年代末初到,一度在TVB那边待过,参与过老友围鬼,公司三文志等港剧,可惜待的时间不久就离开了,90年代主要是在影坛中发展。 如果有看过至尊36记之偷天换日,对他应该熟悉些。 在2003年,在香港娱乐圈发展星途一直都不怎么顺的李婉华,选择了嫁人,回归家庭。 但出娱乐圈,因嫁给加拿大华人老公所以这么多年长期待在加拿大那边,现育有二子一女,1968年出生的他现年已经50岁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前年他突然再次在网上爆红,皆因当时48岁的他,一次在社交网晒出自己的近照,一时让网民哗然,大赞他尽管年纪一旦身材,颜值都没变样,美人披子经得起岁月考验,反而是保养越来越好了,有一种女人的成熟感。 那时候禁照晒出后,很多网民都纷纷呼吁他回归香港娱乐圈吧。 但其实李婉华早在2010年就已经回归了娱乐圈,在加拿大中文电台上午1470主持节目,一度接受过访问,重提自己80、90年代时和吴振宇,和加进的两段恋情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在今年4月份,更是登上香港某电视节目中,和同样曾是TVB花旦的曾华欠大聊特聊,大谈自己的生活琐事,让越来越多人知道他已经慢慢回归了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同时在去年,他受邀参与了TVB在2018年将播的重头剧《再创世纪》,和一代TVB花旦中加薪,在加拿大那边拍摄时一起客串了该剧,该剧也将会是他多年后回归电视荧幕的首秀。 不得不说,还真的适应了网友那句话啊,为何当年不力碰这么漂亮的李婉华呢? 如果他继续在TVB拍港剧,相信尚未做事后,担任一代当家花旦绝对是全力无限的,只可惜走进了电影圈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让我做的 kinds的幟 her话。 我们和本事都是先 goddess的料理我